大家好,我是小花 昨天打了BNT疫苗 現在是早上7點35分 我剛睡醒 昨天接種的手臂很痛 痛到沒辦法舉起來 待會可能要併服一下 打完第一天 手臂很不舒服 昨天晚上睡覺 也沒辦法側這邊 側左邊 我是打左手,沒辦法側左邊睡 我沒有發燒 身體也沒有不舒服 我就喝蠻多水的 但是手臂就很痛 然後再觀察看看 哈囉,大家好 我是神話 我剛起來 今天是我打BNT的第二天 手臂上的痠痛 比昨天好了很多 但還是會痛 然後整隻手就有點好像重重的 我沒有發燒 也沒有身體沒有不舒服 今天好多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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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是神話 今天是我打完BNT的第三天的早上 我覺得手臂上的痠痛 已經大大的減低了 手臂基本上是不怎麼痛的 那這三天 但生活都正常 就是活動啊 我昨天還有練了一下瑜伽 然後 我基本上 除了局部痠痛以外 沒有什麼 太大的副作用 也不影響 吃喝睡覺 這樣子 看來打疫苗 沒有想像中 這麼可怕 你們打了疫苗 有沒有不舒服 可以留言跟我們分享 跟大家 其他的網友分享